新聞開始來關心 下車 亮槍理論 手上還抱著小孩 原來這名男子 不滿被騎士按喇叭 氣到逆向攔車 而當時下車時 一手抱小孩 一手還亮槍 讓騎士嚇壞了 決定報警提告 而類似事件也發生在新竹 有一名女騎士上班途中 跟另外一名騎士 差點發生擦撞 對方不但是沿途 對她破口大罵 還伸腳踹她的機車 轎車停在入口 駕駛下車找騎士理論 但不僅抱著一位小孩 手上還亮出一把槍 騎士嚇壞 因為幾分鐘前 這台轎車直接逆向攔車 駕駛怒氣不小 事發在16號晚上10點多 一名男子相約朋友 總共兩台車到桃園大谷山 看夜景 途中卻遇到這輛同向的黑色轎車 從外側超車要右轉 其中一台騎士的車身 差點被擦轉 因此按喇叭示警 沒想到轎車駕駛 因此不滿 惱羞成怒開始追車 還亮槍嗆聲 騎士決定提告 男子將被移送偵辦 類似事件也發生在新竹縣 一名女騎士12號 騎車行經竹林大橋 要右轉到堤防時 與一旁騎士差點發生擦撞 沒想到對方不但破口 大罵還伸腳踹車 女騎士原本不想理會 但對方竟然一路尾隨 女騎士嚇到在路旁停車 對方跟動手推人 讓女騎士差點摔倒 范嫌更直接轉身落跑 為保持安全車技 顯發生碰撞 致范嫌心聲不滿 並有傷害主罵等行為 警方調閱監視器後 通知范嫌到場說明 一連兩起倒車行車糾紛 如今范嫌都要為自己的失控情緒付出代價 記者桃園新竹綜合報導